大家好 今天下雨哦 刚好没什么漏池 上面还有几只鸭子 我现在做个啤酒鸭了 把上草喂一下猪 猪别死了 不吃 去喂一下小鸭 我会吓死我了 我说 我去吃了 喂喂喂喂 好斯文啊这样子 我怎么吃了 明天再不吃的话我就磨刀咯 吃了我们就只这样子 他可以吃一点 没事吧 应该是养的 准备炸鸭 炸着炸着 不反抗 好 怎么看 他是不是嫩的啊 我先进来煮它 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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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个鸭子 烤不干净的 就这样有一点点 有一点毛也可以吃掉这个毛 还有一点点 这个鸭子开好了 只有那么一点点 高点纸浆 来测一下 这个鸭子多一点点 不然它还少 够吃 你看 把那个鸭子炒一下 把鸭子炒一下 把鸭子 把鸭子炒一下 把鸭子炒一下 不要炒 因为这个鸭子焖了油 要多放鸭子 把鸭子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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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鸭子以前多了才没有 煮的鸭子比较肥油 所以要放鸭子 所以要放鸭子 放鸭子 油不出的 要喝一点 再来 这些香叶还很香 放进去 放进去 要翻进去 放进去 鸭子 鸡酒鸭 这边慢慢焖 小火慢慢焖 把它盖起来 这个啤酒要够好吃 味道刚刚的 搞个鸡腿 这有个鸭头 好入焦菌的 味道很不错 山药王刚要不要一起来 法式啤酒莫被挑战 味道绝对OK 经过我的调养 你看它的肉汁 一点油都没有 吃一顿二三餐 我比出来鸭酒 就是好 你看这个鸭子 嗯 突然烧肉就是骨头 还有一成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准备吃晚饭了 等到会够 一直都没吃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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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